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原因就是早前 其实管理层是有增持的 近期高位增持 对于公司前景有信心 第三 股价走势 虽然大市不停向下沉底 但欧珠德拉股价走势能够慢慢慢慢 其实也是升回来 然后高位整股 现在有机会在整股后向上突破 突破完之后看到什么位置 我觉得有机会挑战回 即34、35元这些水平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再加上它是一只消费品类型的股份 整体上来说的烟目 依然是一个平平稳稳的烟目 我相信未来 明年的未来 都会有一个 2022年来说的 会有一个比较平稳的增长 可以保持得到 所以在这一刻 就选一只欧珠德拉股 做一个前面股 消费品类型